新款的iPad mini值不值得买 我们手里边正好有一个老款的mini 6 来比较一下升级了哪些东西 能不能够算得上新款的小屏游戏神器 咱们先聊一下感知非常大的升级 新款iPad mini的起配 终于从64G升级到了128G 4K电影可以放一二十部 原神明朝这样的大型开放世界游戏 也能够随便装了 如果你不给它开启iCloud的相册同步 那么3999的128起配版本 就已经完全满足在外刷具打游戏的需求了 可以省下1000多块钱升级容量的钱 另外我们考试评的时候还发现 新款的传输速度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像这部47G的刚才加蓝光原盘版本 新款mini只需要58秒就能够考好 而老款的mini 6则需要三分半多 这个等待时间上差距就太大了 尤其是你临时要出门 需要多投电电影的时候 这个提升感知会非常非常明显 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新款的iPad mini 还是以前那个烦人的波动屏吗 先来看一下对比 是不是提升还是非常大的 虽然不能说新款就完全消灭掉了 波动屏效应 但是大部分人应该都不太看得出来了 这么多天 我问他看漫画 网页电子书 肉眼去看 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波动一样的摇晃感 这一点新款的提升了 感知是非常明显的 还有一个 我刚拿到手就最先发现的改变 就是不支持老款的Apple Pencil 新款mini虽然能吸上去 但是无法配对 也就没法使用 而新款的Apple Pencil Pro 则是可以正常配对和使用的 所以如果你想入手新款的mini 在买笔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买错了 不然没法用 好 下面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处理器剩计部分 A17 Pro的跑分成绩和mini 6 还是拉开了不少差距的 它在游戏里边能够提升多大的体验呢 咱们来实际测试一下 首先咱们来测原神 在深渊这样怪物数量较多 特效满天飞的复杂场景 新款mini偶发掉转的情况 比老款mini 6好了很多 几乎影响不到战斗节奏 如果主玩是原神兴血这样大型开放世界 相评手游 我甚至觉得这个是最适合的设备 手机屏幕太小 电脑不太方便 性能更强的iPad Pro 又不是很方便能塞进小包里边 而mini系列甚至可以放进衣服口袋 至于新款mini最大的遗憾 就是这个60Hz的刷新率 但是这些大型游戏在移动平台上 本来也就只有60Hz的稳定运行帧率 也算是刚好够用吧 接下来是王者荣耀 这款游戏对新款mini自然是小菜一点 轻松烂版60Hz 但是平时玩过了iPhone 16 Pro上的 122Hz高刷版本 回头再玩这个60Hz 总是会觉得有点割影 如果你平时主玩的是王者荣耀 你这样阻挡多人竞技 而且游戏本身支持122Hz高刷的竞技网友 我还是更加推荐 加钱上支持ProMotion的iPad Pro的 不一定要买最贵的M4版 老款的M1 性能就已经非常的溢出了 另外一点新款iPad mini 这颗H7 Pro 它的提升就是 支持了以前只能在电脑端看到的光线追踪 像溺水函里面这个场景的光影 区别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可以看得出来 人无常见的光线不再是预先烘焙 而是实时渲染出来的 更加逼真 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 支持光线追踪的iPad Pro 从发布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 仍然只有溺水还能少出几款 支持移动光队的手游 苹果在软件生态上又吃了一回别 要论生态号召力 苹果说自己是第二 肯定没人敢说它是第一 所以我还是非常期待 苹果能够多多重视游戏应户 把更多资源 签给咱们的游戏卡卡者 现在搭载了苹果新款处理器的手机 平板电脑 硬件上已经完全都可以运行 支持光追大作了 就只剩下苹果和游戏厂商 好好谈一下 给它们一直上架了 也不是啥难事 但是对于玩家来说 那可是天翻地覆的体验升级 除了更强的SoC性能 在游位测试这个环节里面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感知很强的提升 就这次的新款mini 运行内存从4GB 直接提升到了8GB带来的体验升级 当我们在前台大型游戏 和后台软件之间进行切换的时候 新款mini基本上没有出现杀后台的情况 而mini6很多时候就要重新加载了 而且明年苹果AI就要在咱们这正能上线了 mini6那个4GB运存是不支持的 新款mini这个直接翻倍的8GB的运存 现在多任务用的爽 明年还可以升级苹果AI 怎么看都不太推荐你去买老款的mini 所以显购意见就非常的清楚了 没有任何理由去推荐买老款的mini6 直接买新款才是最划算的 好 这两天刚刚发布 我们的新款iMac Mac mini和MacBook Pro 都已经在路上了 我们手里边正好有几台老款 可以给大家来一个详细的直观对比 这两天就能把视频剪出来发掉 好了 我是博人 点赞观众不迷路 咱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